很多朋友都很想买这些扬声器 就是书架扬声器 但你买书架扬声器 你就要加着脚架 买坐地扬声器,又怕它太大 或者太高,就阻止了 那有没有扬声器,是坐地得来 又矮矮的 矮矮的,这些声材也没有矮的 今天还跟大家试一堆 有这个特色 而且是一个英国制造英国品牌 历史悠久的扬声器,售价不贵 它的样子还非常有特色 好像一个机械人仔 我们开箱给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产品 就是英国NIT Acoustic 的新产品 这个新产品是去年年底才公布 今年才正式有 型号的名字挺有趣的 叫做Iorta 今次试的就是他们的旗舰型号 叫做Iorta Explorer 尺寸是最大 虽然说是最大,其实也是小 好, 拆了 这支扬声器的特色就是单元在表面 就是这样的 底部就有单元 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安装钉脚 我想说, 其实安装钉脚之后 它很一体化的 我其实不太明白为何它要拆到钉脚 它可以不拆 又或者为何它不拆整个钉脚 这支扬声器真是耐人尘味 是不是很精巧很小呢? 跟旁边的ATC比 真的像一个大人和小弟哥那样 好, 我们可以拼拼它了 好, 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些产品 应该会对它有印象的主要 就是它有两件事 第一, 喇叭很适合NAM的扩音机夹 第二个特色就是它有ISOBARIC的设计 什么是ISOBARIC? 简单来说 就是在喇叭的箱里面 已经有一个独立的低音箱 一个低音的单元就会推另一个独立的箱 然后这个箱里面还有一只单元 类似像隔山打牛那样打 算不算是这样的形容? 其实你看到它是一只低音 但箱里面其实也有一只低音 是一个低音推另一个箱 箱再推另一个低音 出来的低音其实速度很快 而且结像很靓 像刺激感也很靓 因为发声的单元是有一个很好的效能 因为它后面那只都可以帮着它做事来运作 还有喇叭比较大型 因为你要明白箱里面要做多一个独立箱 还要加低音下去是真的比较难的 所以今次这个IORTA 它可以做到一个这么小的样子 高、阔等等都很小 而里面亦能做到Isobaric 的设计 其实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我现在试的Xplorer 高度只是74cm 所以实际是很矮 阔度是30cm 就是刚刚阔一尺 深度是22cm 重量是18公斤 这个喇叭是单元的 所以就不能让你玩80cm 要一份m全推 低音反射向后 负责反射中间Isobaric 的箱里面的低音反射 所以你能看到它就像一个小路宝 但其实上面那部份是独立箱体 下面另外还有两个箱 两个Chamber 分别是一个是收藏在箱里面作为低音 另一个是喇叭的底部向地的低音 这个设计你会看到有三个单元 但它不是三路 它是两路半的方式去做 所以其实正面发声的低音 中低音都已经做到全频 频率响应也不错 33Hz 至22kHz 左矿是6 音 据说左矿扣放在最低的情况之下 是大概5 音 都可以 因为5 音也不是很低 另外就是灵敏度88dB 以听数字其实不难推 但通常数字和实际是有些差距 另外再看看它的木皮 我试过的就是白色木皮 白色木皮有些朋友觉得入屋比较漂亮 但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白色喇叭 我觉得是黑色的 也就是深啡色 所以其实它有四个木皮 香港的行货也有引入这四个木皮 分别是Satine White 白色, Black Org 黑色, Natural Org 淺啡色 还有American Walnut 中芯色 我个人觉得是Walnut 最漂亮的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实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coustic 所有的喇叭 包括我现在试的这款 都是由箱到单元到里面的零件 到组装 全部百分百英国人手制造 可以做到这东西的英国喇叭厂越来越少 它是其中一个 这是我觉得很值得欣赏的一件事 这个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单元 P1 R3 170mm 直径的中低音单元 另外高音 我现在试的Iota Explorer 就是用AMT 气动式高音 其实我都试很多 亦都买很多 ELEC 最多人熟悉的牌子 ADAM 亦都是用系统式高音等等 我都挺喜欢它的高音 那种通透感和高音密度做得很好 这款喇叭的设计 看到它是扁扁矮矮 其实看到的样子都猜到 在后方也有清晰说 就是凡凡大家的聆听环境有限制 例如摆位上有限制 甚至乎不能摆到太高的喇叭 例如有些人喜欢影音合一 但是电视很大 甚至乎看了银幕 即是说喇叭 一旦站在墨边 可能太边了 不然就被迫着站在墨底 所以有些限制的环境下 这一个喇叭 就是厂方觉得很适合你们用的 它可以放得稍微贴近后墙 虽然它有低音向后 但是它们可以放得稍微贴近后墙 它亦都不用涂烟 摆位上很简单 你看到气动高音就是摆在一边 它有推荐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 气动高音都是摆向外面的 不是摆向内面的 自己试一试 你问我,我会摆在外面的 跟厂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 由于它是Isobaric 设计 所以我没有想过它是易推的 虽然它说它们是易推 我未见过一个Isobaric 的喇叭是易推的 无论低音滩圆有多大也好 都预计了有些吃力 我预计了两部A1 给它推 第一部都是住场 Soul Look A1 后面的色调音机 接着就是贵风的Diablo 318 Diablo 318 我手上没有Name 其实老实说,应该用Name 最稳定、最妥当的 用Soul Look 推也是推得到的 又是一样 整个声音 所有动态、高低伸延都能推得到的 当然Diablo 的推动力就是很厉害 在有些喇叭的情况下 它有overdamp 的情况下出现 这些声音反而还会很紧张 但是一夹到这个Isobaric 上 一开发觉 咦,可以啊! 这声音一开就知道,可以啊! 可以啊! 即是说它能顶得、吃得 即是你加一些重火速的 抗音机挥下去,它仅得下手 而且越受越有 但是你说中度的推力呢 完全没问题 现在的喇叭很少推到 连声音都没有 那些很少 以前很久以前才会有 其实向地的低音都挺自然的 但是呢! 因为它是向地 而它自己是没有设计 不像有些喇叭那样 特意弄一块板 让低音彈出来 所以如果你下距,它是下距鞋 它很英俊 高身少少少的 如果你下距鞋 是下硬地的,低音量会更多些 如果低音落地,是下距鞋 像我那样下距鞋 会消化了一些能量 所以低音音量会少些 摆位的时候,因为它有向地的低音 这要留意 另外就是钉墊 它跟来会有一个基本的钉墊 但如果你想转不同的钉墊 由于低音向地反射的距离会不同 也会影响低音量和特性 所以某程度上 地下的反射位和钉墊的高度 是可以让你调调低音的音量 若你觉得低音多和少 是可以调调的 试声的部分 我大部分情况都是用大波罗来试 又觉得是适合声 最主要就是它的Isoberry 就适合吸收的力量 有些人会用一些 功率大一点的大脑腿 但我未试过 我相信应该都适合 但这个声音 首先第一,就是质感很漂亮 喇叭不知道是不是分音多 头十多分钟 就不是个机微黄音 是个喇叭像微黄音 大概开到三个字左右 就声音就开始来了,稳定了 那声音是很有音乐感的 音乐感就不是中音多 中音不是很多 但它的中高的上位连得很漂亮 用气动高音用得非常之好 你是完全听不到 气动高音的声音突然飙了出来 又不会觉得它没有了 速度上,你也觉得是同出一次 不会因为某些音乐 由中音上到高音的时候 你会听到突然有一些突压的位置 非常连贯 这一件事是喇叭最好的地方 因为它播放的声音 不同单元的发声原理 它是利用单元的特性 发挥到尽 但特性不会让你听到 正常的等边三个型不tole in 相距8尺的情况之下 声音的结像是不单止不矮 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些高 听出来的整个结像 是不在喇叭的发声位 是完全在上面 如果全部都在上面 所以听出来的所有结像 很浮的 是可以摸到那种浮 是挺有趣的一个感觉 因为它既然有Isobaric 不要浪费它 我也试试它的动态 听一下鼓 给它听一些劲的东西 Rock东西 不要想着它是音乐 其实它非常之好 因为它的声音是非常高速 只要一个喇叭高速 可以表达一些要求刺激和新纳的音乐 是完全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喇叭 在我的角度看 它是能闻亦能无的 Binding Post 因为我今次用的喇叭线 比较粗 以及是叉插力 它的Binding Post 比较小一点 所以入线时有点吃力 因为Binding Post 正负比较近些 所以如果大家用叉 用招的话 可能中间有小纸 就不要被它刺激 当然它的喇叭设计较低 Binding Post 不会做得太大型 但是可以的话 我觉得如果大型少少是好些 钉墊都可以自己弄它 主要是这么多 同常我也轻轻地试一试 Erotta 系列 它还有一个小的 小的版本的价钱便便宜很多 现在最小的Erotta 的Alpha 很小的再更加小 它的高度是多少 高度真的小到嚇死你 45cm 加上钉 哇 闊20cm 深入16cm 非常非常小 这么小的 它就没有Iso Barrier 所以相对上容易推一点 当然低音没有大那只那么过瘾 但是小的那只一样是 第一,好爆的 第二,声场结像 一样是升了上去浮了上来 高音就不是用气动高音 气动高音比较贵 它是用铝带高音的 有兴趣的朋友 香港基本上是去中环的风日音响 去预约视听 其实在中环不是太难去的 我们逗一圈看看 中环街市 即是刹刹刹刹 刹了十多二十年都未刹到的中环街市 这里是什么街 这里是玉多里皇后街 这里是玉多里皇后街的三号 装修了很漂亮 就是这个环机大厦 我想很多喜欢音乐的人都应该会来 很简单的 五层楼 买碟是五楼 买HIFI是四楼 我们现在上四楼看看 不断移 一进去直游 然后转弯 就已经是整套机器了 刚刚看到了 就是我试过的一对 EOTA 已经放在这里播放了 是同一对 所以有兴趣可以自己上来听 好,拜拜 今天跟大家介绍 英国NIT Acoustic EOTA Explorer Isobaric 两路半座地喇叭 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铃铛 有新片出来 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这些喇叭 其实平时很难有 因为大部分喇叭 可能不敢冒险 很多喇叭都是很正常的样子 很正规的样子 所以愿意设计一个特殊的样子 而有声音又好 选择真的不多 所以我也觉得是有趣的 有时间自己去听听 好,就这样,拜拜